大家好,我是Stan 因饰演超红韩剧 Penthouse中的鲁根而爆红的演员巴根测 最近因为连续被质疑爆料弃养宠物 而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在Penthouse结束后 知名度大幅提高了巴根测 马上就出演了综艺节目《哪婚家参打》 公开了巴根测跟一只宠物狗两只宠物猫 很宁静的日常生活 但是在节目播放后 自称是巴根测大学同学的网友 在网上爆料了这样的内容 大学时期 说因为女朋友会不喜欢 所以把皮革换成更小的狗的那个同学 现在在节目里却带着两只宠物猫 一只三个月大的宠物狗出来 那只小狗去哪里了呢 工作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但是请你不要做爱宠物的人设 真的不喜欢把动物当成是装饰品 为了自己的形象而利用的人 他们也是有感情的 在这个爆料之后 接着又有另外一位网友爆料 在巴根测出名之前 他在网上发文说 自己因为工作很忙 无法照顾小猫 所以希望有人能领养 之后为了领养我就联络了他 但是因为听到巴根测说 自己不会带小猫去医院 打预防针什么的都是自己亲手做 因此没有接种手册 所以我就放弃领养了 几年前都因为自己很忙而弃养的人 现在因为Pentos而爆红 应该会变得更忙的人 是要怎么饲养那些宠物呢 不只是这些 还有更多自称是亲友的网友们爆料 巴根测常常更换宠物的事情 首先排除亲友们的爆料 这一两年巴根测自己上传的网络上的宠物 就已经有两只宠物狗 两只宠物猫 跟一只刺猬 而现在却只是在养 不一样的两只宠物猫 一只宠物狗 所以争议才会变得这么大 对此所有公司对媒体表示 这些谣言都不是事实 目前那些宠物都是送给亲友们领养了 而巴根测本人也在广卡发文表示 在忙碌的行程中发生了这种争议 而趁机想要攻击的事情真的非常多吧 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又神奇又恍惚 因为一个都不知道真名叫什么的同学谣言 还要解释的这种情况真的很荒唐 结论是因为很多人都在担心 所以会正式发表立场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事实不就是把自己养的宠物都给别人 又重新带来别的宠物吗 还需要什么解释呢 我就算排除亲友们的爆料 还有自己上传到SNS上的 就好像是觉得自己红了所以有人陷害他 太自以为是了 根本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好像是不知道弃养的意思 以为仪器就等于弃养 觉得送给亲友了就没关系 很难继续死养 虽然别人领养的部分可以理解 但是不应该又带新的来呀 宠物都是有生命的 不是跟换包包一样 喜欢就买不喜欢就送人的装饰品 但是也有少数这样的留言 如果没红的话会发生这种争议吗 就是嫉妒的人想尽办法想要弄垮他而已 气氧又怎么了 只要不是一气有需要这么被骂吗 只是把宠物送给更能好好照顾他们的人而已吧 对于演员帕根森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2月份即将回归的idleman 在哪之前 1月25号 Icon成员Pubby 1月26号 Dream Ketchup 也以兴趣回归了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IU将在1月27号 公开第5张正规专辑的先公开曲 Celebrity 这是继去年5月份发表的A之后 时隔8个月的全新单曲 很多Kpop粉丝们期待的 Blackpink成员Roger的solo专辑 将在2月正式发行 但是为了等待已久的粉丝们 YG决定将会在1月31号2点举行的 Blackpink线上演唱会上 公开Roger的solo歌曲 男团Sharex 将在2月2号以第4张专辑回归 并公开了专辑封面设计 Dynamic Guild成员Kekko 将在2月3号发表第三张特别专辑 并公开了最高的影片 2月8号 Kimus会以新专辑回归 也在IG公开了MV的部分影片 2月15号 4人组合混声团体Checkmate 将以第2张单曲You回归 1月19号公开新公开取得称号 将在2月15号 第1张正规专辑回归 原先计划以月份回归的Super Junior 将在2月16号 以第10张正规专辑回归 目前成员们都全力以赴的在准备 这张有着特别意义的专辑 BK体娱乐将在2月19号发行 旁摊生云南的新专辑P 这张专辑是为了一起写下 美国高市牌Hot By Eway 2021Crimmy颁奖经理等 后补纪录的粉丝们 而制作的专辑 收录曲包括Live Frozen 一共有8首歌 然后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会在2月份回归的IDOL们 Pak Bon Kandani Chini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